俄羅斯總統普京近日被人說他將不會舉行年度的例行記者會 有很多猜測說普京很害怕,擔心沒辦法面對俄烏局勢,究竟這個說法是否合理呢? 俄羅斯總統的新聞秘書克里姆林宮法人佩斯科夫日前交代了普京不會舉行例行記者會 成為了自2001年普京就任總統以來應該第二次取消這個記者會 過往也停辦過,在2005年也停辦過一次 這次就是普京在2012年開啟第三任任期之後十年來的首次 並不是從來都沒有這個先例,是有的 但是是他之前的任期,就是第三次之前的任期 普京一直以來都會舉辦這個年度記者會,出席了17次 每次的時場大約四個小時 回答國內外媒體,拋出幾十個問題 去年的記者會上,如果大家還記得,普京聚焦緊張烏克蘭局勢 對北約東曠心表擔憂,說美國已經拿著導彈,站在俄羅斯家門口 他亦在對華的關係方面指出中俄合作是國際事務中穩定的因素 亦明確反對西方抵制北京東奧會的企圖 只不過今年大家恐怕沒辦法再見到普京帶展風采 因為佩斯科夫就說他就不會去搞 但是大家都關心究竟普京會不會去搞這個國情之民 據說還在談那個日期,究竟以什麼方式去決定 也是還未決定的 到了今個月的12日 佩斯科夫又進一步證實年底前都不會舉辦 但是普京希望能夠像以往一樣找到與媒體溝通的機會 比如普京經常在出國的訪問期間與媒體溝通 除了取消年度記者會之外 西方媒體也關注到普京的另一個破例之舉 就是今年沒有舉行與普京直接連線的俄羅斯最高領導人 與媒體民眾互動的重要環節 外界普遍認為年度記者會的取消和俄烏衝突有關 俄羅斯媒體引述政治分析人士達尼林就說 年度記者會取消 因為以往都是會談其他話題的 但是現在因為俄羅斯戰爭爆發 相信90%的問題都會集中烏克蘭的局勢 令到新聞發佈會的性質變了質 大家都要將大部分的時間花在一個不理於討論議程的主題上 其實又不太適合 俄羅斯的地區問題研究所所長 德米特利也認為普京只能對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中發生了什麼 為什麼會發生等的問題 是作為一個簡單的回應 但是俄烏局勢在一個不斷變化之中 預計就要等局勢再有更加明朗的發展才可以進行一個總結 他認為其實普京應該都不會只是取消例行記者會 很可能還會取消接下來的或者延後發佈這個國情之問 另一種觀點就認為其實普京都已經在多個場合就這個特別軍事行動 提了立場 表明了立場 沒有必要再花時間用人四個小時去回應 90%的題目都是講這類型的問題 外界也注意到普京最近一次對媒體說到 在12月9日出席歐亞經濟委員會最高理事會會議期間接受媒體訪問 提到軍事行動 也提到會不會發起核打擊 優先發起 以及備受觸目的美俄換酬爭議性事件 西方對俄羅斯油價限價的舉動等等 政治學者 特吉揚也表示普京在全球事務上投入的精力越多 就越不願意花時間在直接連線和新聞發佈這些無關重要的事 因為他心理上不想回應這些無聊和例行的問題 曾經在普京政府現居以色列的政治分析師阿巴斯認為 俄羅斯當下有很多事情發生 一個月的事態變化可能比以往的一年更多 普京需要時間深思熟慮 不如在大眾輕易講述國家總體前景、長期目標和行動的戰略 摩斯民眾也希望政府能夠取得具體的戰果 因此克里姆林宮決定推遲這個活動 而是期待在情況有所進展後再為民眾注入樂觀的情緒 簡單總結 其實本身說普京怕他面對其實根本是站不住腳的這個論述 一來並非首次取消 他曾經在剛剛20世紀那段時間也取消過 二來普京都長時間回應這類問題 其實大家看到新聞他也經常說的 他也不怕說這件事 三來所謂民眾和民眾對話 說普京怕和民眾對話一定會出事 我也是說相信這種言論的人 一定是不熟悉政治的運作 大家會不會相信當年曾俊華和曾俊華去談 打電話上來的觀眾 不是曾俊華的團隊去找 大部分這類的事情 他們為了控制 如果萬一有一個奇怪怪的人上來講一些很尷尬的問題 然後自己不懂得回應 弄巧反著 通常都是會找回自己熟悉的人 去做裝腳的 所以你說那些和民眾對話普京怕 就算真的搞 普京也會在一個可控的範圍內搞 找一些人 可能找到一些他熟悉的人去問一些問題 怎麼會傷到普京呢? 四來 俄斯民族主義興起 有利普京政權 更大的可能性 反而是 我覺得 要等俄烏戰爭有實質性的進展才舉行 所以他覺得現在反正是寒冬 戰爭也打得不會很激烈的時候 沒有必要交代太多事情 等到有實質性的結果 可以和民眾注入一個勝利的希望的時候 才舉辦 我認為普京其實是第一個合理的時機去舉辦 然後講第二個話題 就講中亞峰會 近期首屆中國阿拉伯國家峰會 中國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的峰會 引發了全球關注 有評論說到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 中國面向阿拉伯世界規模最大 規格最高的外交行動 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北京大學中東研究中心主任吳冰冰教授 也講到這次峰會的重要意義 就是在政治外交層面 峰會正式將雙方的關係由雙邊提升到一對多邊 並且以一種機制化的形式鞏固下來 是一個重大進展 包括中國和阿拉伯國家聯盟的區域性多邊機制 中國和海灣合作委員會的次區域的多邊機制 以及中國和沙特等國家的雙邊機制 經濟層面外界也關注中海自貿協定能否達成 吳冰冰認為建設中海自貿區的好處很多 但難度也不小 因為中海自貿區的建設並非一個單純的經貿問題 實際上也有更深層次的政治和戰略的互信問題 目前主要困難就是海灣國家之間 自己的關係和互信都未必足夠 所以要重建也是需要一些時間 安全層面也說到不同於美國搞排他性的區域 小多邊機制的做法 中國提出了開放包容的中東安全的新架構 吳冰冰認為新架構也是一個初步的起步階段 應該特別關注兩大問題 第一就是巴赫斯坦 第二就是跨海灣安全安排問題 尤其是伊朗和沙特的關係 也有也門的問題 或者有些譯名叫業門 這些問題都是一些中東問題的核心關鍵 中國也是避免樹敵 盡量保持大家友好 全球層面隨著美國在中東收縮 和中國產業走出去 中國也是中東的重要參與者 吳冰冰認為中東主要國家 是現在上合和金磚國家 況源的重要鎖定對象 中國推動全球政治治理改革 可以團結到的重要力量 而且海灣地區的資源也比較好 支付能力也是比較高 其實海灣國家真的 某個程度上真的得天獨厚 你沒想到化石能源都快沒有的時候 它竟然是成功轉導營的 它是一個全球可能做光復發電 就是太陽能發電來講 最高成本效益的國家 因為第一土地又便宜 根本一片荒蕪 第二就是長期佈曬 所以很適合做這個發電 確實現在有一部分的電力賣給其他國家 吳冰冰說到 在中東問題上 為何中國應該積極保持平衡外交理念 但同時也不要過於樂觀 我覺得這反而是重點 大家看到今次的峰會很成功 中國強大 但大家經常都說 樂觀過分吹捧 是中國人要備位的 我們不應該過分樂觀 其實海灣國家目前的自主性是有限的 吳冰冰說到 在安全金融方面 其實他們都是對美國依賴很深的 現在中國民眾有一個很樂觀的情緒 他就覺得現在沙特減產就好像在幫助中國 幫助俄羅斯 現在就不跟拜登做好關係 搞好關係 確實是有少少反目承受的跡象 但是 又沒有去到這麼嚴重 因為沙特減產是出於獲取現金和資金流的長期利益為主 因為現在說有機會經濟衰退 他要減產去配合 即是沒有理由你經濟衰退 我還買這麼多石油 然後到時候低價買出這麼笨 沙特也很依賴美國的全球性金融體系 吳冰冰說到 石油貿易產生的巨額資金 需要交易貨幣具有高度的可流通性 可以自由兌換 其次就是沙特等國家殺人的緊丁美元固定匯率 他們擁有大量的美元和美元的資產 很難主動削弱美元 最重要就是全球石油貿易都是以美元計價 牽一發動全身 即使伊朗多年來受到美國制裁 但是伊朗的石油自己也是繼續出口用美元計算 如果一旦石油用人民幣去結算 雙方之間的貿易 勢必全部都是收人民幣 這個就會帶出問題 就是沙特拿到人民幣 究竟如何處理 中國在貿易結構金融體系是不是做好 這是一個中國應該要去考慮的問題 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也說到 用人民幣買石油其實有些實踐 不是完全空白 但也不要過於期望太高 因為雙邊石油用人民幣大量支付 牽涉到很多實質性複雜的問題 沙特如果真的要撇開不要這個美元石油的體系 就必須有其他資源或產品代替現有的保護措施 並且付出代價少於現有的代價 中國現在有能力提供一部分 但是目前來說 大量支付的路都是很長的 他也更加說到這個真是重點 如果海灣國家接受人民幣 就是不再玩美元石油了 我跟人民幣石油 中國可以有什麼支持呢? 他說中國的海軍現在才剛剛去到東南 按照這個速度 理想一些去到中東 都說要五年以上才去到波斯灣 你想想如果美國反台 他們隨時真的玩完了 所以你說他們會不會這麼做 至少我覺得都是要五至十年時間 就是說石油人民幣 都要一些時間才能搞到 然後大家不是經常說人民幣國際化 美元霸權活絡嗎? 我明白的 很多人都很討厭美國 但我們都要保持一個客觀 美國的霸權 衰點說 尤其是美元的霸權 分析師說到2030年最快 人民幣國際化最多上升到10% 由百分之二點多上升到10% 美國的美元流通是50% 大家計算一下 要用多長的時間 人民幣才能去到美元的地位 是很長的 至少可能去到我死 阿傑死的時候 可能…不好意思 我也要客觀地說一句 可能美元還是霸主 因為你一斷掉它 其實是有經濟的金融危機 情況就是好像很多人都經常說 為何香港還用人民幣掛鉤 我真的覺得叫人民幣掛鉤的人 要拿出來鞭屍 如果那早前有班人聽了這班人說 人民幣掛鉤 我們全香港物價都是因為這班人所害 因為美聯儲加息 全香港物價都會上升 大家看看人民幣跌了多少 由早前百分之 對80… 對多少? 100元港元對80元人民幣 現在上升到90多元人民幣 你想想如果到時候 我們已經脫了美元 其實我們整部… 現在說接下來的電費又加了 是不是? 物價就上升 其實我們正在經歷西方國家 歐洲國家 我們正在笑英國 正在笑英國 正在笑英國 約翰遜 卓衛斯 新衛城 傻仔 傻妹 其實我們就變成傻妹傻仔 所以其實 有時候我們都不得不迫於現實 我們都是要客觀地評論 不要過分地吹捕我們國家 我們也希望國家 以一個務實積極的態度 尋求進步 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 也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石樓台新節目《十分鐘看中國》 每天用十分鐘告訴大家 中國發生什麼重要事 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對看 現在很多媒體比較少說中國的新聞和分析 而且多數都是說負面的 少有說正面消息 叫年輕人每天抽十分鐘 看石樓台新節目《十分鐘看中國》 就會知道國家發生了什麼事 可以更深入了解國家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希望你也支持巴士的步訂閱石樓台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瀏覽石樓台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節目 多謝大家支持 1 2 2 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